福兔羅在這個賽季的一個表現 是不是能夠更上城樓 福兔羅要對七甲聯賽的冠軍 再次發起了一個問底的態勢 能夠在進攻上面有更多的劍術 但是 台中福兔羅更需要 在中場的地方有一個防守強悍的 而且又有大局觀的好手 左路下底看一下李茂 轉過來左腳的射門可惜了 是22號的恆山翔平 左腳的射門但是挺為兩名球員 是效率與不同球隊 但有可能會有 這一個 一定會有其中一個人 一定會有答案的 但有可能兩個人都沒拿到冠軍了 就要看整個球技的表現 好 後上的一個右腳射門 這就是右腳內側把球 戳起來的這一腳射門 正好是台灣15這邊 需要有省力軍的加盟 好 頭槌 可惜了 看到是Benchy的右路傳中 中間來 強點的是22號的恆 赤城 這邊後上的是 梁孟昕 Benchy 背身拿球 好 孟昕來了 要左腳射門的時候 還有 幾乎擋掉 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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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石虎這邊 好 看一下俊青又到 優策進去 下底橫船 又是石仙安把球拍出的底線 開賽以來 上半場剛過半 台東斧圖洛打出了開賽以來 最強勢的一波攻擊 不過 台灣石虎也是頂住了 李茂胸庭的左腳射門被石仙安... 台灣石虎選擇快開的情況之下 由石虎的李茂賢 結果頂到球的下方 右路紙塞 橫翔平內切之後給左邊 投槌一球 這一個左路的包抄埋門投槌 陳田光希 已經是做得相當不錯 而且這一個起球跟他 跑動的一個時間點 這兩名日本籍的好手 在編譯的一個配合 已經是相當的巧妙了 只可惜最後的這一個魚躍頭槌 頂出來的一個角度稍微偏 再回到梁茂希的腳下 李茂 騎 再被碰出 哎呦呦 這球在一個頂次 丟了22球 輸出了 頂次球數我只有大同的一半 左路的一個傳中 頭槌頂進去 但是有沒有越位 好裁判沒有舉越位的情況之下呢 裁中 輔出了 攻入他們本季的第一個進球 是由22號的 橫山翔平 進到左路的一個傳中 頭槌破門 在比賽的第38分鐘 這位上個賽季 攻入五個進球的日本好手呢 也是 在這個賽季 率先的來替福兔進去再說 先把球打進去再說 先把球打進去再說 那如果裁判真的要抓越位 那就是 另外一件事了 好 Bench來了 又有機會 結果 Bench 結果 還打起 好 左路的那一切 在調中 胡俊清 把球推上去 這時候橫喘 噢 石虎文 往前攻上來 這時候哇 文傑 要接球的時候直接撞上了 33號的藍浩宇裁判的名哨 推的是藍浩宇的犯規 同時呢 還要給藍浩宇黃排警告 現在現場也是感受到 了的足球比賽的 一個張力跟緊張程度 好 亂 협 Official 當中 我們機會 成績了 GO 快冲蘭 在比賽的第51分鐘是攻募了 北市大同的併生成台灣十五之後 對時的第一個進球 一兩次當比賽在第51分鐘回到了原點 梁某欣這個自由球掉到後點位置 小陽往中間頂 台灣第一站就攻心兩個進球 看一下輔助有幽露傳中 被頂出禁區 不過似乎是有十五的球員倒地 OK過來 陳田光熙右腳的一個假動作要來扣到左腳 想要來打空門 但是其實他這一下是扣得太用力了 被蘭浩宇解走之後往左邊分 不過陳丁楊上來精準的斷球 再送一個過敵 Banch來了 在門前的產色可惜 稍微用力了一些 不過也是感謝陳丁楊的這一腳精采的傳球 對Banch了 向前他的這個爆發力也是對 進去內吳俊清轉身 李平潔掃出來 進去邊緣Banch倒地 李茂 射門也被擋掉 哇 現在 都被 直呼給拿走 陳彥瑞 左邊有空間 挑過來 徐凡紹可惜 first touch 再看一下場上 左邊 左邊 徐凡紹 左路傳中 最後碰到陳丁楊 氣甲的第一循環的最後一輪 這邊還是即時的解圍為佩倫了 今天除了替球隊攻... 哇 維斯 有他的一個強度在 繼續往前推進 前掌三打三 那維斯 剛剛最好的一個選擇是 如果可以把球轉移到右邊 給後上的陳博豪 可惜維斯剛剛來到這名球員 作為一個支點旗的前鋒 好像也沒有這樣足夠的一個視野 這時候Banch 哇 在門將出擊落空前... 兩個人的背號是反過來的 好看一下維斯 這球閃過了 陳丁楊的下場 還有一個 其實 好這邊 這邊 也來 剛剛教練這邊突然的後上 拉人了 哇 這球是不是要吃牌 而且是給什麼牌呢 算是給的比較輕了 所以現在看到 福兔爾的球員 甚至去表示說 這是不是一個明顯的進球機會 給黃牌太輕 要給直接紅牌呢 也是比較靠中間的一個角度 所以左右角度 能夠給門將不曉得威脅 最後是Banch來射門 球出的界外 好厲害 文傑 以高人膽大 而在這個時候 裁判郭展又也吹響了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最後 大同 發生為台灣石虎的第一場棄甲聯賽 最後就是靠著後衛 魏佩倫 在下半場比賽把握腳球的攻擊 來 攻破了台東福兔爾的大門 最後就是以1比1 逼合了這場比賽 謝謝 謝謝